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生部暂时放宽限制 私人医疗机构下个月1号至明年9月30号 可以聘雇外籍护士 所谓好奇害死猫 因为点击了网络贷款链接 一探究竟 结果惹上一身麻烦 不仅被大耳聋阴魂不散的追债 而且还牵连了无辜的家人 掌管防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 达特斯阿zelina说 首相明天下午2点30分或3点30分 将在国会县议院特别会议 解释停控奉首相面对的 47项健康思维基金会贪污案一事 阿zelina今天在国会特别会议 就第十二大马计划 中期检讨进行部门总结时 这么表示 阿zelina说 总检察长提成的十一项理由 已属于9月4号的事情了 而伊德鲁斯哈润也成了前任总检察长 较早前 达特与林提问 阿玛萨在有关贪污案件 获得释放不等于无罪时 来自总检察长阐述十一项理由的其中一项 提到由于案件被指存在着 前朝政府进行的选择性提控 所以是要对此展开调查 那么这到底是否来自 昌明政府所做出的新指示 他询问 如果有关方面提出 陈情中阐述选择性提控 被告最终是否将获得释放不等于无罪 塔吉尤林也问到 首相是否将在国会亲自做出解释 因上星期五 首相达特与阿诺也表明了可能会解决此事 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 达特与阿森林也说 总检察长被赋予自由拆量权 可对任何人进行提供或撤控 其他人都不容质疑 阿森林也说 联邦宪法第145条文赋予总检察长自由裁量权 这是继国家元首后拥有此权利的人物 可将任何人提控上庭 包括首相 内阁部长 下议院议长或国会反对党领袖等人 他也以国盟执政期间为例 时任总检察长丹斯里伊德鲁斯 便实行了他的自由裁量权 建议政府关闭国会长达六个月 阿森林也今天在国会下议院 为第十二大马计划中期检讨报告 进行部门总结时也举例 前总检察长丹斯里伊德鲁斯 在任时撤销了诉讼案件 但这也是总检察长的权利 掌管防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 德特斯里伊德鲁斯里尼娜指出 内阁已经在上个星期将政治现金 法案 政治大纲交由国会人权选举和体制改革 特别临选委员会做进一步审核 他指出 这项法案政策大纲涵盖七大要点 一旦法案获得改善 政治现金的管控可全挑户不间断进行 而不仅限于大使时期 政治现金法案政策大纲 涵盖的七个要点 包括立定新法令管制政治现金 以及相关程序 需要交给独立的中央法定机构进行 阿赞尼纳是在国会下议院 为第十二大马计划中期检讨报告辩论 进行部门总结时这么指出 江越市每位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就连住在内陆的原住民也不例外 为了栽培国家未来栋梁 政府涉嫌目标明年会有500名原住民儿童 入读公立和私立大使身照 同为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副首相 达德斯利·阿马赛尼指出 这个目标是根据去年升学的原住民儿童 超过300人 超出既定目标人数而设 比赛尼指出 比赛尼指出 提到原住民土地问题 阿马赛尼说乡村及区域发展部正在微调有关中央与中政府之间管辖权重叠的数项问题 同时原住民发展局战略计划也在制定中旨在为所有原住民村落提供基础设施 进而提高原住民的生活质量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德莫浩曼南映表示 全国共有8272家公司持有马来西亚清真食品认证 其中7306家公司也就是88.32%属中小型企业执政者 有3277家也就是39.53%为土著公司执政者 南映解释 清真食品认证注册系统的数据都是来自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底下注册的数据 因此当局只能获知关于公司是否有土著外国人拥有 以及他们属于哪个行业类别的信息 但无法得知有关性别的信息 南映今天在国会下议院针对第12大马计划的中期检讨报告 进行部门总结时这么表示 他也表示经过多次内阁会议和部门会议已达成共识 以确保清真发展机构有限公司扮演重要角色 这一举措旨在专注于培训和行业指导 以确保这个行业已做好申请清真食品认证的准备 他表示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也一直在与所有企业指导机构密切合作 包括执行清真食品认证程序 并提供清真申请程序的方面的资讯服务 他补充 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也积极利用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专业知识 包括马来亚国立大学的清真产品研究所 通过与他们建立的合作关系 在国内多个与清真相关的领域加强了清真生态系统 卫生部暂时放宽限制 私人医疗机构下个月一号至明年九月三十号可以聘雇外籍护士 尽管如此相关雇佣需要满足条件 外籍护士需要参加由大马护理委员会职办的护士资格考试 卫生部长扎利哈方文告指出 相关雇佣需要满足条件 外籍护士需要参加由大马护理委员会职办的护士资格考试 雇主也必须遵守内政部制定的条规和条件 包括薪资季节和合同期限 他说招聘期限为12个月 也就是从2023年10月1号至2024年9月30号 并允许延长服务12个月 这个措施也将根据目前情况和需求重新评估 而私人医疗机构雇佣外籍护士的人数 不得超过其雇佣护士总人的40% 他补充 这个措施预计也将会对健康旅游产生正面影响 从而为国家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他表示 卫生部将在2024年和2025年 分阶段从公立及私立高等教育机构 招聘护理文凭毕业生 除了确保公卫机构的护士需求 同时也确保本地护士的就业机会 尽管如此 卫生部仍然关注并优先考虑 本地护士的福利和职业前景 同时希望借由此次放宽 希望所有私人医疗机构 能够继续为我国人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卫生部将在下个月向国会下议院提成 2023年烟草和吸烟管制法案二读 部长泽利哈透露 该部与卫生特别临选委员会已经召开会议 就该法案的刑罚和烟草产品 征税等修改事项做出最终决定 有些看法案的刑罚和吸烟管制法案 有些看法案的刑罚和吸烟管制法案 烟草和吸烟管制法案原由前卫生部长 凯利在去年7月提出 旨在禁止任何在2007年出生的人 购买任何烟草制品 香烟 烟草替代产品 或香烟装置 但由于法案内容 遭到部分业员反对 因此被搁置 并交由卫生特别临选委员会 检讨审查 今年6月 贼利哈再度提成这一项法案 但同样遭到反对 并再一次被送回卫生特别临选委员会审查 贼利哈补充 在该法案提成一度后 她接会一些国会业员 专业团队和非政府组织 有关重新检讨法案部分事项的要求 因此寻求卫生特别临选委员会的建议和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吉兰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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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总警长的トモハマ・ザキ透露 金志鲤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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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造成男子死在司机座 死者的遗体已送至马张医院进行解剖 警方表示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展开调查 他促请知情民众提供情报以协助警方的调查 冰城干广比桑一间模糊失火 吻那一名六十多岁残疾的男子却不幸逃生不及被烧死 比较3.40 pagi tadi dan centera kami sampai di lokasi pada jam 3.50 semasa pemadaman kita melihat terdapat melibatkan dua buah rumah jenis kelas B dengan keluasan lebih kurang 2,000 kaki persegi dan pihak bomba telah menemui seorang mangsa yang langkah ada rentung yang bersebelahan di bawah kate 这火灾也让附近追民被惊醒 互相唤醒还在睡梦的其他追民 但未见该残疾男子 由于失火地点的道路狭窄 萧整员费了一些时间才得以控制火事 大火也波及令三间木屋 萧整员也在烧毁的木屋内 找到一具男性尸体 初步鉴定为六十多岁的残疾男子 警方已接手更信 起火原因有待调查中 在打巴彭亨路 银辆第二国产卖威车失控 坠落十五尺深的山坡 导致车内两名军人受困 在萧整人员失言后被救出 两人分别手及脚出现骨折 被送院治疗 霹雳州萧整局长萨耶尼发文告指出 萧整局在今天早上约9点50分 接到轿车坠落山坡的通报后 派员赶往位于打巴彭亨路的案发地点 提供救援 文告表示 召获车辆是第二国产卖威车 轿车已坠落十五尺深的山坡 而车内有两名当军的乌翼男子 被夹在车内 文告指出 校正人员随即展开救援 将两名受困男子救出 两名男子分别面对左脚骨折及左手折 已被送入打巴医院治疗 校正人员在上午11点54分 结束行动后收队 落路交通局声称 该职扣押一些为例的超载罗里 是因为这些重型车辆超载 不仅仅是超过百分之十至二十 甚至达到百分之七十至一百四十 该职强调 这些获得执照的重型车辆 根据技术容量规定 载重量是不得超过它的限制 然而该职执法组检测到的 这些重型车辆都已经严重超载 路交通局是针对一群罗里斯基声称 他们就超载而奖赴罚款后 罗里仍被路路交通局扣押的报道 发文告作出回应 文告指出 该职是援引1987年 路路交通法令第333条文 和2010年路路公共交通法令 第715条文执行任务 该职说 由于该案的判决是法庭的权限 因此 该职劝请涉及的运输公司 根治2010年路路公共交通法令第57条 和第80条规定 向法庭提出申请以解决问题 文告强调 超载或危险的重型车辆 有可能因刹车器和技术故障 而发生致命事故 此外 交通局也指出 超载也会损坏道路 而后者往往是造成车辆发生事故的原因之一 该职说 他们在执行道路法律法规方面 始终秉持信任 在执行过程中 不会与任何一方妥协 以减少事故风险 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生命损失 较早前媒体报道 一群司机不满向陆路交通局 交付了超债罚款 但他们的罗里还是被交通局扣押 以致失去了收入来源 而到吉隆坡 险都警局报案 所谓好奇害死猫 因为点击了网络贷款链接 一探究竟 结果惹上一身麻烦 受害的是一名在新加坡工作的 我国级烘焙师 如今 他不仅被大耳龙阴魂不散地追债 而且还牵连了无辜的家人 来自新加坡的大耳龙 在我国聘用跑腿 到受害者的驻家放火 甚至还威胁要绑架一对儿女 让受害者一家深感无助 寝静不安 下面有详细报道 这一期事件的缘由 一切得从点击网络借贷链接 那一刻开始说起 受害的烘焙师 一时好奇 上网浏览相关借贷网页 结果被新加坡大耳龙 乌县已领取3000元新币 相等于大约 以万零三百G11令吉的贷款 之后 这一位施主 因为拒绝缴付不合理的服务 而取消 结果引发一发不可收拾的麻烦 在走投不路下 市主的妻子张女士 向马华公共抚部 及投诉局主任 达杜斯利张天赐求助 并且向媒体 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 我收到的第一桶电话就是 然后他就讲我老公 要cancel 可以 可是要付一个2000新币 因为他用他的时间 他讲他的时间也是金钱 我老公就是有问了 过后不要了 要cancel 他需要付2000新币 后来他不停地恐吓我们 我老公就有付一个200的新币 他讲可以分期 我们以为钱可以解决问题 就付了第一次的200新币给他 后来他说他没有收到 半号 他又在威胁我们 他说他要放火 杀我们的家 他讲他可以买到我家人 所有家人的资料 包括我娘家 后来他就讲要来杀我们的家 张女士透露 他们一家频频接到恐吓电话 甚至扬言假如不还债 便会掳走一对年仅4岁和5岁的子女 而且大龙还声称已掌握他们全家的资料 并且会主意对付每一个人 我家人就接二连三地收到这些恐吓的信息 电话 还有 昨天就是他还有在打给我丈夫 他就威胁我们 再不解决的话就要抓我那两个孩子 还有就是说我们在报案的第一次报案之前 我们也有说我们有问他你可以出来谈吗 就如果我们你钱真的可以解决 我们愿意付 付了后你就不要再骚扰我们 可是他们怎样都不愿意出来 就不停地骚扰我的家人 然后恐吓我们 在记者会上 张女士也公开了被大龙半夜上门纵火的 闭路电视画面 张女士说大龙的行为 险些让身处我国的亲人葬身火海 张天赤指出 据他所知 协助大龙放火恐吓的跑腿 每一次可获得400令吉的报酬 他提醒这些纵火的跑腿 假如闹出人命 可是要受到法律制裁 此外 根据跑腿留下 以流列英文程度写下的追债字条 张天赤也有理由相信 大龙是来自新加坡 全部我们的本地大龙是写中文的 但是新加坡的全部是写英文的 那么他的英文非常好 接下来他们去少 那些人他们也是看到那个广告 要请人家做工 你做一次你烧一次 你得到400块 他们也是在那个 伺候那边看到的 所以这些人很多 他们不是阿龙来的 他们也是去做工 但是这些人他不了解 他不知道 很得意哦 你烧到人家 或者什么呢 你就注意 尤其那些给他烧死那个 我看我看死心不会等着你 真的 目前世主一家已经前前后后报案了三次 而世主本身也因为这一件事 决定死去新加坡的工作 并且会在近期回国与家人团聚 无论如何张天四警告 假如纵火恐吓的情况再出现 他便会再召开记者会 将纵火者的身份公诸于世 RTM采访报道 我看死心不会等着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近期有许多不负责任者 借着国家重要的节日 马来西亚日 举办集会 试图扰乱国家政局 甩牙俄州议会议长 兼士庚庄州议员黄瑞林表示 国人必须坚持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下 融下的一些相处 因为这是国家的资产 至于不喜欢看到国家和谐的分子 国人必须远离有这样行为的人 我们要坚持多元 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 多元语文 多元宗教 所有的民族文化 都是马来西亚的资产 不是负资产 不是leability 是资产 所以我们要注意 有一小撮 破坏分子 他们不喜欢国家团结 不喜欢国家和谐 民族和谐 他们企图让国家动乱 所以我们要远离 季节这样的一些分子 也是市庚庄旅游发展协会会长的黄瑞林 是在沙南 Central ICT广场出行马来西亚日活动 这是我们的马来西亚时这么表示 他说 我国已经独立66周年 如今已经庆祝马来西亚日60周年 国人必须透过自己的行动 来证明多元种族之间是可以互相尊重 接受来自不同种族 宗教 文化等独有的差异 他认为 可以容纳多元种族的差异的元素 也是我国的资产 而这也可以成为吸引外国旅客的元素 尽管如此 他提醒国人 要接纳多元化 并不简单 要有忍耐性 他也促请旅游职 可以举办更多推广各族文化表演的活动 来让更多的旅客 把马来西亚当成他们的旅游地点 这个从9月14号至9月17号 在Central ICT进行的活动 是由品味巴社与雪州社区种子联伴 为了庆祝我国独立66周年 与马来西亚成立60周年 也用马来西亚多元民族风情 来体现爱国精神 大会也特别邀请30位亲贫家庭的学生 同欢共庆 一起欣赏精彩的节目表演 共庆午餐 体验工作坊课程 及观赏电影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钟银鱼 感谢收看 小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